以前常说分手贱人品,现在看看那恋爱曝光的时候也是很贱人品 咱就是说,郭麒麟在街边亲亲,直接拖了两位无辜美女卷入,蒋依依和丁笑英 哭哈哈的自己下场辟谣,鱼卧无瓜,哭笑 而郭麒麟仿佛隐身一样,跺在了网络后面 至今吃瓜群众也不知道女方是谁,很可能还会继续连累其他人 对比一下隔壁的彭玉畅那叫一个反常 她被拍到恋情后,当时有很多人猜女方是张静怡 彭玉畅从恋情曝光到澄清就用了两个小时 不光讲清楚了情况,还给被拖累的张静怡道了歉 单单这个态度就值得桂圈开个研套会学习 同样是谈圈外人,顾佳成之前在街边亲美女也有被拍到过 等恋情曝光后,顾佳成的反应是火速体分手 并给了一个奇葩都觉得甘拜下风的理由 谈恋爱怕影响女生,一个男爱到一个女网红 但凡拿角质想想都知道 到底是谁的事业更害怕受到影响 顾佳成用行动展现了一个男人的怂 包裹前说我想跟你结婚 包裹后说我怕影响你 一个无人伤亡的他房 是怕影响去李县家蹭饭吗 同为爱到的李文汉也很有两套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之前他把一一字压在车盖上玩车东 如此霸凑的一幕被镜头记录了下来 此时面对粉丝的李文汉就像一个劈腿被发现后 哭天喊地跪求原谅的男朋友 他写小作文说我火速分手了 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 可这些话终究是偏偏粉丝的 才过了半个月就被人拔出来 人家根本没分手 完全是在给粉丝做做样子 女生二号的照片上手上戴了手串 李文汉转头在六号那天就戴了情侣款 紧接着一一字自拍里的衣服 又是和李文汉是同款 就连中秋这种和家团圆的日子 他们也是一起过的 李文汉的友人中秋发了自己做饭的照片 拿着显微镜的粉丝发现 角落里的刀和李文汉夹的一模一样 友人大概率是在李文汉夹搞的 而且放出来的聚餐照片中 那个戴着竹串的女生的手就是一一字 旁边那只手也很像是李文汉 手动爱的古家称 你学学人家直接影响到事业 哪怕忽悠粉丝也打死不分手 上面这几位还算是好的 还有些人的恋情曝光后 他们的嘴脸就彻底暴露了 比如张敏恩 旋风少女中西白草的扮演者胡冰青 与和神中赤眼丁茂的张敏恩 被拍到疑似在大街上甜蜜热闻 其实以两人的名气 就算是关勋结婚 也不会掀起多大的风浪 但坏就坏在在大众眼中 张敏恩还是许璐的男朋友 因此一顶介入他人感情的帽子 被牢牢扣在了胡冰青头上 即使他的工作人员出面回应 没恋爱没接吻 张敏恩也说自己和许璐去年就已经分手 但大家只觉得这是道德败坏之人的狡辩 毕竟爱得高调的许璐和张敏恩 从未关学分手 一时间男方劈腿 女方小三被打在了公屏上 而张敏恩为了保全自己 利用对前女友许璐的了解 开始暗出说的教现女友胡冰青 如何抓住软肋 对付他的前女友 他先是试探胡冰青会不会发声明 如果发声明的话 还要求人家先把文案给他看一下 甚至他挑唆两个女生内洞 毕竟只要你们女生随便撕撕 他就可以置身室外完美隐身 张敏恩算盘打得啪啪响 他近视淡淡的跟胡冰青说 我来保护你 你不用出声 团队来处理 胡冰青选择相信他等了几天 可等来的结果是 一个从天而降的帖子 许璐的经纪人爆料他是学人精 当众指责胡冰青模仿自家艺人 从穿着打扮到拍视频 选用的特效无一例外 直接让这场货烧得更烈 所以大家猜 这一手操作是谁干的呢 而张敏恩这边 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个观念 你们女生思思就结束了 关我们男生什么事啊 而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 不堪重负的胡冰青 终于在三天之后 用一组聊天记录截图挑明真相 本是合作演员的张敏恩 曾在新剧杀青时向他告白 并且挑明说当时一时单身 但自己并未接受 而是说需要互相了解一下 后来徐璐经纪人加入了大轮动 张敏恩才给出解决办法 要胡冰青自己去和徐璐司 并引导大众认为徐璐在网爆他 看吧 一个简单的恋情 直接暴露了张敏恩的嘴脸 可遭反杀的张敏恩又开始卖餐 我什么都没做呀 为什么要遭到陷害 也就是他运气好 没干上清明活动 否则现在张敏恩也查无此人了 大概在哥哥们的眼里 总有女人想暗害清白且单纯的自己 屈楚潇被拍到恋情时也是这么想的 当初他和万自灵一起去了寺庙 媒体拍到的画面是 屈楚潇主动身手抱了女生 原以为是一对新人要配对成功了 但谁知这两人却上演了一出大龙风 恋情曝光后几个小时 屈楚潇突然发文否认恋情 他说没恋爱别当姑娘的好姻缘 委屈一变还不够 大号发完小号截着发一遍 而女生也是满头小问号 从微博热搜得知自己被分手了 一整个大无语 随即发文打脸屈楚潇 称刚刚得知被分手了 这一来二去不少网友纷纷吐槽 屈楚潇敢做不敢当 纷纷留言心疼万自灵太惨了 这事看起来估计就以群潮屈楚潇 胆方面分手个 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可万万没想到 后续来了 屈楚潇的朋友们自带搞几黑buff走来了 朋友一号张一号 本来发了条怀念家乡美食的微博 朋友二号高志亭立马赶来回复 嗨斗机灵玩了去红螺丝的缸 寒沙摄影内涵世界女主角 从文字都能想象 这几位坐在一起 把女生作为取乐坦资的样子 这一趴还没完 又用一个朋友前来补刀了 刘启航发了一串意义不明的 以毛记表情 尽管如此 还是被机智的网友翻译出来了 意思是屈楚潇被算计 而被谁算计 当然不言而喻 最后还抱了粗口 这次一个平平无奇的胡咖恋爱瓜 一位男方的猪队友 成功引起全网公分 这个反转也是来的 让人猝不及防 鬼权有很多类似屈楚潇的男明星们 共同特点是 恋爱意愿很高 隔三差五的换女朋友 几乎没有空窗期 但边谈恋爱 又边时刻提防着 一旦恋情曝光 第一反应 要么是女朋友故意放料 利用自己上位 要么是女朋友逼自己公开关系给名分 因为180个不愿意 240个觉得吃了亏 所以这种恋情大多都已否认恋情 二是对方炒作不是事实 有了对比 大家会发现 彭玉唱陆寒这种艺人 也许做明星有缺点 但做人做男朋友都足够体面有担当了